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晚睡的人儿有抵操 大家好,我是号称马来西亚最多米妹的男人 八七match,频道主要是讲赚钱加密货币 视频解决的内容,如果你对这些内容也感兴趣的话 记得点赞订阅,然后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我任何更新影片的时间 好,在没有进入今天的正题之前,我相信大家都很开心 大家都问我,就是抄到底了,就问我 那个什么,狗狗币的钱包是什么,想要打赏我 非常感谢你们了,暂时还不需要打赏 还可以,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话 可以把我的广告给,就是youtube的广告给看完 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啊,又或者 由于我没有开会员的会员的,我是可以开会员了 开会员了的,只是我没有去看,因为我不懂 你们成为我的会员的过后,我可以提供什么价值给你们 我还没有去想到这个东西,但是不用紧 如果你们除了看广告还要支持我的话,你们可以在底下的留言 我有做了一个关于手机赚钱的内容 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击去看看 喜欢的话就可以报名 好,不管你在任何个,这个教学适合全球 不管你在任何地方,好,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 就是现在是马来西亚时间,下午4点 我看到,终于看到加密货币市场,绿油油的一片土地了 我昨晚太早睡了,真的我昨晚差不多11点就睡了 因为我连续好几晚一点才睡,昨晚真的太累了 因为一整天都暴跌暴到,暴跌暴到,心很累啊 一直抄底抄到我的子弹没有了 当然我还有留着一点子弹,但是我已经睡去了 我相信昨晚你们呆到一点,你们肯定很开心哦 我看昨天狗狗币啊,最低多少钱哦 哇,你们真的开心到爆炸 我看一些啊 狗狗币昨天最低价是多少钱 我狗狗币,哎,对,还有 真的给我讲中了,狗狗币真的跌穿 0.3,真的是跌穿了,我真的是来,给我一个赞了 给我一个赞了,OK,他跌到最低点是0.24 但是他很快就弹回去了,很快就弹回去0.27 我抄到最底啊,我抄到29,我抄到最底,我抄到29 但是过后我就睡觉去了,因为真的太累了 如果抄到0.24的,恭喜你们,还有我很度计你们 然后今天的市场应该是很难再跌了啦 看起来啊,因为已经跌了好多天了 而且这是大跌第二次了,大家的心已经很累了 该割的韭菜已经割完了,那些机构应该是减到很多便利了 所以,记得,投资有风险,对免责声明,投资有风险,量力而为 记得哦,你们投资这个尤其是加密货币哦,大起大落的哦 你们不要开杠杠耶,开杠杠的话,会很快板板 真的不要开杠杠,因为我之前试过,你想想看哦 如果我开杠杠乘5的话,比特币当天七十巴仙我赚五十巴仙耶 七二十巴仙我赚100巴仙,直接一天翻一倍耶 讲是很容易啊,但是跌的时候耶,跌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我之前经历过了,就是经历过杠杠这个迷人的东西 所以我有一段日子不敢动加密货币就是因为这样子 我相信在荧幕前的你不是讲我嘴巴错还是什么 如果你还在杠杠的话,最好是取消掉 哦,因为如果暴跌的话,因为毕竟加密货币是大起大落的东西 他经不起杠杠的杠杠的诱惑穿破你就完蛋了,OK 然后然后接下来的趋势我相信应该都会起了啦 因为应该是没有什么不好的新闻,该不好的新闻都出来了 现在我们就等好的新闻出来吧 好,视频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帮我点赞订阅,然后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我任何更新影片的时间啊 如果你们对狗狗币有什么看法的话,请在底下留言给我知道吧 我们一起讨论,希望未来你我会更好 好,谢谢大家